没有走三宝 没有跟师傅八马罐 也没有上过相声有心人 更没有路过欢乐喜剧人 跳过这些步骤 直接开了专场的两个人 就是上九溪和何九华 去年11月 两人在济南开了第一个专场 随后一个月 更是接连演了七个专场 但是他们依然做到了 对自己和观众负责 每次都为大家带来新的东西 不让连续看节目的朋友们失望 上九溪和何九华这两个人 一个灵力又生动 一个弹幕又睿智 算是德云社里为数不多的 双高学历的演员 从第一次登台到专场 再到20年风香的双人 他俩携手走过了六年 他们俩都是属于 半路出家学的相声 没有童子工 所以他们必须 更加努力的练习基本技能 他们没有任何资源 有很多好的师哥 也有很多前辈 所以不该轮到他们 谈论资历 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一是要有自己的特点 让观众记住 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 坚持本心 好好练功 在上百名相声演员中 齐齐落落 说相声和下棋 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相声一捧一斗 棋子一黑一白 在台上捧斗相辅相成 在台下 黑子白子 缺一不可 有些人或许真的就是命中注定 九华错过赫字科 错过头九 在二九遇见九夕 从此以后就是一辈子 两人自正式拜师后便组成搭档 一动一径 默契十足 配合的恰到好处 何九华相对上九夕的外放表演风格来说 稍微含蓄了一点 捧根的风格 稳稳荡荡 刚好拖住了上九夕的表演 偶尔递出来几句俏皮话 也是十分讨喜 九华对九夕说过一句话 九夕在自我介绍中也经常说道 两人作为固定搭档 相声表演实力不容小区 包袱秘籍笑料足 靠着在小园子里一点一点的嗷 拥有了一定基础的观众量 与粉丝量 慢慢的走向了成绝的道路 问起他们俩为什么搭档 说是丙哥给安排的 但是两个人的邪包袱太多 而且很多包袱 只有九华接得住 两个人的思维都在同一频率上 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也愿意给对方分 不让对方的画掉在地上 他们有许多经典的包袱 令人回味无穷 何九华的包袱 看似邪 却总能让人戳人笑点 粉丝调侃 说听他俩的相声 让人把头都笑掉了 上九夕也因此得了一个外号 德云断头台 而站在他旁边的何九华 便是德云兼展观 可能是由于上九夕 使东北人的缘故 唱起来东北的二人传 学一些东北的小曲小调 也是十分拿手 粉丝都调侃 他是以刘老根的交换生的身份 进得德云社 樱桃小丸子的舞蹈 和汤姆猫的走路姿势 更是奠定了上九夕 有这种学啥像啥的神仙技能 无论默默无闻 还是花团紧促 断头台的身边 站着奸展观 才更让人心安 小先生和九夕搭档那场 也开玩笑说过 最为观众 津津乐道的是 两人的默契度 尤其是他们的相声名场 红羊洞 在2020年 风香表演奏开场时 细心的网友们发现 两人大罐上摆动的褶 与其他师兄弟相比 都是一致的 二人都属于很清醒的人 从何九华的 好好做人 好好说相声 到上九夕的 尽量还是喜欢我的相声 毕竟我也不卖什么人格魅力 俩人会在相声舞台上 刻意弱化自己的颜值 尤其何九华 绝对是故意扮傻的典范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一切只为符合人物形象 让观众们 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声作品上 明明有这样的优势 却不用 如果不是心里淡定清醒 怎么可能做得到 他们越是刻意的 不想被粉丝洪流的意志 所裹挟 越是让真正的观众 珍重他俩的心意 珍惜他俩所放弃的 熟悉的观众都知道 九夕和九华 是德云社少数 没有精力三宝 没有八卦马罐 没有电视宣传 就开了自己专场的相声演员 俩人愣是从小园子 从众多的师兄弟中 杀出了一条通往专场的路 去年11月2号 在山东济南 上九溪和九华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场专场 终于不再是 有时间限制的助演 鲜花掌声 揭尾他们 几千观众从全国各地赶来 跨越山海 只为聚光灯下 他们的角 背景板上的十个大字 是他们这一路走来 最好的答案 最后返场的时候 九华唱完 就快绷不住了 低声跟九溪说的那句话 看口型 应当就是 我快哭了 再也没有人 限制你们的时长了 那是德哥 听过最暖心的话 最好的西华 就是头一天认了你 就定了一辈子的时间 从小园子到砖场 从过去到未来 祝他们 暖心向阳 携手同行 不忘初心 做最好的自己 物以西为贵 西以华为荣 西华二人 未来可期啊 本期关于西华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我是德哥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